結果得到的結果是說 民主政府黨黨團 就不願意派人出來 證實國會改革複議案 民眾黨主張的電視辯論 確定破局 民眾黨團總召黃國昌 開槍綠營就是不敢應戰 遠前民眾黨拋出構想後 已由網路平台聯繫 主持人也敲定 國民黨團派出司委會 召委 吳宗憲 民眾黨團則派出黃國昌 但民進黨團吳思遙 沈柏洋 莊瑞窮 主持人問了三人 都沒有下文 民眾黨對外下站鐵 但對內卻已經炸鍋 針對藍營提出的 黨產條例修正案 民眾黨巴西立委 院會全體缺席投票 等同讓藍營 俠人數優勢順利復委 基層議員不滿砲轟黃國昌 帶頭當小藍 再三強調 不願介入藍綠 保有民眾黨的主體性 但被解讀 向藍營靠攏的雜音 得先擺平 TVBS新聞陳佑翔 李宗哲 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